偶然间看到一个关于哈登的消息,但这一次不是月电,而是哈登的正能量,看完很感动,NBA最前线,哈登又写了一张纸条,Dig,他的妈妈和中国球迷,大意是,把世界杯带给妈妈和中国,之前就看到过一篇文章这样写道, 12岁时,哈登给他妈妈留了一张这样的字条,请妈妈每天几点叫醒他,并给他留些钱,他副言道,请保留后这张电条,我会成为球星的,妈妈把那张字迹,歪歪,的字条保存了下来,而哈登也如愿以偿成为了NBA巨星,多日前哈登做客NBA最前线,应节目提议,他再次写下一张字条给他妈妈, 也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,不得不说,哈登这样的小细节也验证了一句话,细节决定成败,哈登做到了,因此哈登有了今天这样的成绩,也就不那么意外了, 詹姆斯哈登表面上被夜店这样的词汇也覆盖着,但是真正了解他的人应该知道,哈登是一位非常努力的球员, 今年拿下常规赛MVP,也是对他最大的肯定之意了,更恐怖的是哈登还在进步,无一种冠军,一定是哈登下一个目标了, 从雷铁造火箭哈登一步一个脚印,最终也必将率领火箭走向更远更高的远方,对于休斯顿火箭队和中国的情愿,绝大部分原因是姚明时代开始的, 也正是有了这样的一份情愿,造就了现在辉煌的火箭,哈登也是幸运的,如同当年的姚明一样,来到这里开始了自己的一段全新,旅程,早在本赛季季后发结束后不久,哈登便来到了中国, 可想而知火箭哈登的众多球迷进行了捧场,哈登简直开心到不行,我想就是换做任何人也会非常的开心, 因而哈登的不如使命,不仅仅只有他的妈妈,还有我们中国的忠师球迷,他也知道能够经营好这些粉丝注定是非常有用的,哈登做到了,他是成功的,他值得骄傲,值得我们为他感动,最后想说,一个人的成功与否, 与他的优秀品质有着莫大的关系,细节决定成百,我们也要像哈登一样献手承诺,最终我们也会成功的。